如果說今天用eSale的錄製劇集,一定要開發人員裡面的錄製 但如果說今天我不是用eSale,而是用Google的試算表的話 我們剛剛有看到,這邊有什麼? 擴充功能裡面有一個叫錄製劇集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它這個錄製劇集,感覺上有點模仿 因為早期本來是沒有的,但是它現在突然就出現了 後來我給它試用了一下,其實好像也差不多概念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它這個地方用的背後的程式語言 像eSale是用VBA,這邊它用了另外一個語言 比較接近JavaScript 不過它給它另外一個名稱,叫AppScript 所以以後的話,假設你這個會的話 甚至你會錄製的話,等於又是另外一個專長 這個叫AppScript 所以這邊的話,針對Google部分 所以Google給它一個名稱叫Google的AppScript 又多一個新的技術 那我們怎麼做 首先當然錄製劇集,其實做法跟eSale還蠻像的 也就是說你要先彩排 那彩排的話,就是說你要先try一下 等一下錄是有點像是那個 我們按一下錄影的按鍵 那錄影的話,意思就是有點像你這樣演戲 你不能NG 有沒有,你第一個動作做的 第二、第三、第四 有沒有,所以什麼三個動作 那我們來看一下,先不要錄了 我們先彩排 等一下我要怎麼錄 1,游標放在1,4 2的話呢,把公式輸入 那怎麼輸入呢? 游標放在上面的這個編輯列,按Enter 然後呢,第三個動作的話 就是讓它向下填滿 那怎麼樣向下填滿 其實就是,當然我是快點兩下 不過好像這邊沒辦法快點兩下 所以你就是向下填滿 這樣拉也可以 還是說你在做之前 你可以先把什麼 先把這個底下的這個公式 Ctrl-shift向下 先把它delete掉 這樣的話呢 你再快點兩下就OK 所以你彩排說 1,游標放這邊 2,把它按Enter 記得那個公式不能刪掉 因為刪掉的話 你便要重擋 那第三個動作就快點兩下 也讓它向下填滿 這樣就完成了 待會就把它錄下來 也就是說呢 你做任何動作 它都會幫你記錄下來 變成一串程式 OK 第二個是我們要兩個按鈕 第二個按鈕是清除 那怎麼清掉剛剛的這些 手機號碼下面的東西 最簡單的方法 一樣是 游標先放外面 然後把游標放這邊 然後Ctrl-shift向下 然後按Delete OK 特別注意喔 這邊有一個快速鍵 我是建議各位一定要記 因為在用不管是哪一種試算表 如果你要把這個範圍選到最下面 而不是說你用這樣拉的 這樣拉其實是不推薦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真的是很容易過頭 而且以後你的資料量 像這邊頂多是一百筆 那以後 假如說你的資料量是一萬筆的話 那你選到什麼時候 對啊 如果你一萬筆啊 可能大概要 我看一分鐘要不要 應該要 所以建議各位一定要記一個快速鍵 要Ctrl-shift按住 再按向下 這樣就選到底 OK 所以我們來彩排了 彩排過的時候 來試著Rong-Rong看 所以待會兒的動作 基本上就是 兩段 一個叫串接 一個叫清除 OK 那我們先錄那個串接 串接這個 就是把剛剛的那個公式 試著Rong一遍 然後把它記錄下來 所以再來就要正式開始了 OK 好 來 所以先把這個底下公式先刪掉 這先刪 留一個就可以了 留下一個 那我們就把它記錄下來 所以游標先放外面 點一下這個動作 OK 然後來 第一個 聚齊錄制聚齊 那這個時候的話 它就開始錄了 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一直在閃動 也就是說你只要做一個動作 它就幫你寫出對應的程式 所以你不能亂錄 OK 只要你做這個動作 你會發現它就產生程式 那我們應該 1 游標先放在14 OK 2的話呢 請你在上面點一下 按Enter 就是把這個公式輸入 3的話呢 再點擊上面一下 然後快點兩下 好 這樣就OK了 然後呢 它這邊就會完成了 有沒有 那你就按儲存 它會問你說 你這個 剛剛做的那些動作 我已經幫你寫成對應的程式 那它的名稱要叫什麼 我叫做串接 OK 這樣子 然後呢 你就按儲存 當然這個快速建議要不要 就看個人 我是基本上先不要設 OK 按儲存 好 那我們就已經產生一個 對不對 你會發現 在這邊就多一個了 你可以從這邊點擊就可以Run 第二個是清除 清除也是一樣 所以再來一次 錄第二個 這個錄製具集 所以它也開始錄的 1,優標放這裡 2,Ctrl, Shift,向下 3,按Delete 有沒有 OK 那最後的話呢 就停止 停止的話呢 就是直接按儲存 OK 然後這個叫清除 嗯 嗯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其實就OK了 OK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說呢 我們來驗證 剛剛我做的動作 是不是OK 那你會發現 它這邊還有編輯指令碼 其實可以讓你把剛剛的程式調出來 看一下 我們先來執行看 怎麼知道OK 你可以直接從那個劇集裡面 先按串接看看 有沒有 他問題說 不過特別注意 因為呢 它這個東西在雲端上 在雲端上要執行程式 所以它要授權 所以你要按繼續 而且你要 因為這份文件是我的 所以我一定要同意 它才可以執行 這個感覺跟那個什麼 以色列裡面那個 啟用內容有點像 就是它還是有權限問題 繼續 然後就是 這是我的帳號 我就按這個 然後允許 這個一定要按允許 否則不能執行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 我就允許了之後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扣通功能 慢慢執行串接 執行 完成 沒東西 扣通功能 清楚 清楚應該 把資料清掉 但是 剛剛這個可能 串接 有點問題 看一下 另外如果說 你發現問題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說 你可以跳到那個 這個 F screen 看一下 它其實也會把你剛剛 錄下來的程式 就這兩段 有沒有 這個應該是 那這個第一段好像 有點問題 它好像公式沒有輸入上去 我知道了 我們如果用那個什麼 剛剛輸入的時候 我直接在這個上面 直接輸入那個公式的時候 它好像沒有辦法幫你填進來 所以變成說 剛剛那個地方有NG 一定要什麼 不像說Excel 它會自己幫你填 所以你這個地方可能還是要有淺寫的動作 請各位 這個地方有NG的地方 就是你要填進去的動作 所以乾脆我們拿那個 先把公式先複製 然後有切上去Enter的動作 不然的話 它好像本來就有 它也不會幫你記錄下來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注意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如果NG的話怎麼辦 就要重來了 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